邵偉 邵偉的 看... 我看的感覺就是 真的 年華老巨有沒有 我最喜歡他倒數第二個 白色底那個有沒有 這個喔 對 扎起來的 我最喜歡他那個頭髮 那個是... 對... 那個很像他 很像他 很像他 明道以前跟現在差多少 對 因為那個 像大家看一下 最上面的那兩張 是我當模特兒時期的照片 那個連我自己都沒有 1999年 公司他們也不知道是去哪裡照片 這個 對 他們就是把我們從以前的造型 然後到現在最新的這個造型 然後做一個比較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怎麼樣的臉型 適合怎麼樣的頭髮 然後你可以怎麼弄 邵偉 邵偉的 看... 我看的感覺就是 真的 年華老巨有沒有 我最喜歡他倒數第二個 白色底那個有沒有 這個喔 對 扎起來的 我最喜歡他那個頭髮 那個是... 很像大俠 對... 正義勇然的感覺 很像他 好 接下來是誰 這個林正內行 林正內行 叫Johnny Joh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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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ny從長髮有沒有 04年 一直到越剪越短了 他們有些照片 我們自己都沒有看過 他們真的去網路上 還有去很多的資料庫 去幫我們調出來的 哇塞 這個厲害 這更久了 你看祝哥這個眼睛 迷蒙 這個啦 太迷蒙 好 祝哥這時候還很粗獷 那個是我發第一張 那時候還比較粗獷 對... 那這個是... 那是我做模特兒的時候 model的時候 對... 好 慢慢的頭髮就演變成這樣 對 黃玉榮 我們應該看看玉榮第一張那個 哇塞 那個... 是在念大專時期 幾年前 七... 二十... 二十一歲的時候 八年啊 在學校就留長頭髮 七年了 七八年了 而且他這個寫得很正 你看 2001年模特兒 流行一時的學生髮型 但將劉海往上梳 顯得青春洋映 對啦 不過說這個 我們看的結論是這樣 就是他把... 就是本來我們... 就美化了 用很多文字去美化了那個髮型啊 事實上現在來看 是不是熟嗎 剛剛我們三個都講 我們心目中有個完美男人的形象 在你們心目中 你們認為哪一個男人 你覺得蠻完美的 馬英九蠻屌的 馬英九 馬英九 我怎麼會露著他呢 馬英九我覺得不... 我其實看男生看女生 都差不多耶 外貿協會 對嘛 所以我比較喜歡帥一個 哪一個 就... 像... 布萊特的那種 哦 帥帥帥帥帥 而且我覺得他最厲害是什麼 他帥的也演 但他那種... 那個什麼 壞的也演 對 他有演過那種... 白癡白癡的 對... 拳王也演得好 身體多壯 完美 真棒 那個... 您呢 我真的要想一下耶 完美的男人 孫總 孫總 孫總其實在做事的方面還蠻完美 他的體型已經不是很完美了 那你覺得...你想一下 男人 我想一下 你要想一個形象 好 明道遠 你說你自己 我就想 可是那個... 我這個完美的 他是比較我身邊的人 你看他可能並不是說 大家真的是很... 可是他也是明人 你覺得是個榜樣 對 我覺得是個榜樣 順哥 趙順 趙順 順哥 因為順哥他之前 因為我從拍第一檔戲 就跟他拍就是天國嘛 然後後來拍王子 然後我在拍這個魔法社的時候 其實他之前中風 是 輕微的 然後可是順哥他從以前 就是跟我們一起拍的時候 他就是一副 你知道順哥那樣子 明道 我跟你講 怎麼樣... 他從以前就是 開箱的 對...不管什麼時候 就連他這一次就是生病 然後再回來我們這邊 拍戲的時候 都還是那個樣子 可是他明顯的已經 體力差很多 對 當然 變成... 明道 對 還是... 明道 高八度 就覺得他完美的原因 是因為他自己的那個 心情的調適 是 然後他還有在跟我分享 他生病之中 期間的一些事情 然後讓我覺得 哇塞 如果說哪一天 因為他說他有 就是在醫院的時候 就剛好 就是說服了自己 五天啊 才說服說我中風了 我的右邊不能動 要不然他不能接受 他沒有辦法接受 然後就是種種的事情 然後他從不能動 復健到能動 到能來拍戲 這個中間的過程 然後他跟我講 然後可是他始終 保持的是那一種 愉快的心情 我又覺得這個是 在我心中是很完美 所以敢自己面對病痛的人 算是真的是很有勇氣 對 真的 王少偉呢 如果要講影響自己最深 我覺得 可能也是 大家不了解是誰 但我直接講 應該就很清楚 就是我爸爸吧 那當然 跟這種也是你看 不得罪人又是孝子 跟奮鴻是一個房子 他一直做他爸爸 那我覺得他真的就是 我爸爸影響我最深 真的 他影響我最深 就是簡單來講就是 他做什麼事情 就是以家人為出發點 然後自己其實就是 可以受很多苦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很好的男人的榜樣 因為他就是給家人 有很強的這個安全感 183裡面 你們覺得誰是最完美的 之前你們這個工作人員 就問我 我真的是想破斗 後來我就 突然有一天在睡覺的時候 靈機一動 我知道是誰了 誰 就是沒有來的這一位 我啦 我不知道其他人 是怎樣 你先投刑書一票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 非常細心的人 然後他除了照顧女生之外 他照顧我們 其實也是相 就是跟女生一樣的這種方式 然後對我們其實 有很多小細節他都很注意 細心 好男人 所以你投他一票 投他一票 然後明道呢 我覺得是少偉 少偉 為什麼呢 這個四個人可以分析一下 玉蓉太 他對女生很好 但是事實上 我覺得稍嫌柔弱 就是說他在自己的部分 他當然很剛強 你說對女生這個部分 稍嫌柔弱 以一個男人看男人 我覺得扣分了 娶了媳婦忘了娘 對 就跟圈環圈一樣 我在我老婆面前也是 Man 然後顏書呢 他各方面完美 身材 外表都完美 對厲害 但是呢 我覺得有一點點就是 他 跟他比起來 稍嫌無聊 無趣 太無趣的人 稍嫌無聊 就是一個 怎麼講 太有 規律 太規律 然後他也自己 就是很嚴謹 有點像軍人的感覺 運動 就是很有規律的運動員 對 軍人倒也不至於 然後Jacky呢 他是太 太騷 有 我沒有太... 有一點點 太野啦 你看 有一點點那個意思 有一點太野 請問你 你纏在哪裡 因為你眼睛太好看 對 你就纏在這一點 對 然後我的話就是 其實沒有什麼好 就太幼稚 然後眉毛太粗了 對 眉毛太幼稚 我是太幼稚 你有幼稚的影音 有 有 很孩子氣 很孩子氣 例如 例如生氣會這樣 不是娘娘講 表演錯了 就是太幼稚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幼稚應該 等一下問他們比較準 我太幼稚 少偉他就是算集合了 少偉其實很細膩喔 心思很細膩 又細膩又Man 又暴力 又和蔭 又溫柔 又成熟又幼稚 奇怪 人格分裂 他唯一 就是唯一我覺得還沒有 就是因為他有一點他自己就是 還沒有很安定下來 如果等他自己很安定下來 就是最完美 最完美 對之類的 接下來玉榕 我覺得喔 我覺得是明道 明道還好 我投你一票 為什麼 為什麼 沒有這 我其實剛進這個公司 小潔力 然後到現在為止 就是 基本上我就是 看著明道 從以前 就是在他的工作方面 從以前就是可能 還沒有說這麼 這麼 順利的時候 然後到現在你看成績這麼好 然後其實 其實我覺得 他是我一個學習的 對象 榜樣 對 因為他的生活背景 其實跟我差不多 差不多 對就是比較 算鄉下 然後比較那種 單純的家庭 然後 他就是一個人 就是靠他自己的力量 然後 就是把家裡的這個 一些壓力分擔掉 然後慢慢的讓自己越來越好 其實現在我現在很努力追求 也是這方面的東西 所以這種就厲害 從平凡變成不凡 對 這個就厲害了 是是是 接下來請問一下 戴眼睛 你覺得誰最棒 我覺得 既然大家都有一票的話 我覺得我滿棒的 好 這也不錯 要講一個 原因嘛 就除了 像大家說可能個性直接的一點 可能口直的一點 我覺得其他的 就是 朋友跟我在一起 開心 然後 又有趣 然後沒什麼壓力 而且我也沒什麼心眼 就很直接 而且眼睛很漂亮 依舊是一 我不爽 我也跟你講我不爽 對 我不爽你我也跟你講我不爽你 我不會再背後再 原來那天你跟我講說 你不爽我是真的 你不爽我是真的 你還在開玩笑 嚇我一跳 開玩笑 好